欢迎各位亦友全面进场 2月14日礼拜三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大陆方面的最新情况 话说美斯事件再有新的进展 大陆官媒央视体育台为了封杀美斯 将其中一个节目片头的动画 由美斯捧杯的画面 替代成为德国队长拉姆捧杯的镜头 后来大陆网民发现拉姆曾经公开 严持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 另外大批网民涌到港区人大代表 香港立法会议员霍启刚的微博评论区留言 要求霍启刚就着美斯事件作出回应 而在较早前霍启刚接连发表长篇文章 表达对美斯的愤怒和质疑 收到了超过一百万网民的支持和点赞 在讲到之前 首先要欢迎告知旧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估不到美斯事件仍然是有新的进展 在大陆官媒央视体育台 即是CCTV第五台 其中一档节目就叫做天下足球 本来片头的动画 就是影着美斯捧起大力神杯的场景 现时已经替换了 成为德国队长拉姆捧杯的镜头 但没多久 已经有大陆的网民发现 原来这位拉姆队长 曾经公开批评过中国的人权问题 很多深水清的网民 纷纷就是涌到央视微博的评论板 那处是留言 进行百般的嘲讽 比如其中一个网民就说 梅西欲不欲话呢 都很难说 但是拉姆才是真正多次板上钉钉的欲话 然后就贴了一些 拉姆批评中国人权问题的 一些新闻截图出来 另一个就说 真的要调查一下这个节目组 笑死我了 竟然间换上一个真欲话的足球员 我想这群人去嘲讽央视 未必真的认为拉姆在欲话 只不过就是在调刊那群小粉红 因为那群盲目一见到 哇 拉姆说的话还不是欲话 实际上拉姆又说了什么话 原来据德国之音的报道所说 拉姆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文章的标题就叫做 《在体坛也可以说不》 在德国的一间刊物叫做《时代周报》那一篇文章 鲜明地指出 《在如今这个时代》里面 《体育就是政治》 因此体育明星绝对是不应该彻底置身于政治之外 那我就同意他说这件事 事实上要将体育和政治完全区分起来 根本是没可能的事 好了 看看拉姆还怎么说 《体育就是政治》 《在北京东澳和卡塔尔世界杯即将举办之祭》 这个论断是毫无疑问的 他这篇文章其实就写在2022年初的了 在这些日子里面 只需要揭露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 英国的惠报 和波兰的选举报等的大报 就会能够明白到这一点了 采纳多种不同声音的高水准媒体 近期都在他们的体育版面上 旁边频频关注到英美等国外交抵制北京东澳 国际澳委会增密式外交 和卡塔尔侵犯人权等的议题 有一条消息引发了全球舆论的特别关注 出于对中国网谈、名宿、彭帅命运的担心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暂停在中国的全部赛事 这个协会三成的收入都是来自中国的 原定在深圳举行的年度决赛 会带来一千两百万欧元的收入 但是现在国际女子网球协会都表示 愿意放弃这一笔钱了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过去几十年以来 为女权和性恋的权益高调发声 这个决定是告诉世人 在体坛绝对可以说不的 谈判就好像一场有来有回的比赛那样 既有相互的接近 也都是需要抽身撤退的时候 拉姆认为如今的运动员 不能再好像几十年前那样 对严重侵犯人权等的事件是视而不见了 在1978年 男子足球世界杯在军政府统治下的 阿根廷举行 当时很多运动员 都是被问及到人权的问题 但是他们没办法给出任何回答 而在当今这个时代 我们不能再如此幼稚观察这个世界 通过无间断的新闻报导 所有人都能够比以往更加有效地了解得到 遥远国度的事情 而且随着体育职业化进程的开展 绝大部分的运动员都比起以往有了更多的时间 来到去思考人权的议题 作为公众人物 看谈明星被期待能够了解自己领域以外的信息 如今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 所以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够知道人权的状况 一些足球员已经是积极地行动 要求各国遵守人权的规范 比如说 德国国脚格雷茨卡就说 今后在决定大型赛事承办权的时候 应该要更多考虑到人权的议题 芬兰国家队队长斯帕夫的一封公开信就这样写 我们都觉醒得太迟了 我自己都觉醒得太迟了 所有的运动员 球迷 媒体 应该要更多讨论到劳工权益的问题 这位拉姆就说 个人并非没有能力改变世界 而是可以积少成多 通贝利 孤零零地走上斯德哥尔摩的街头 开始示威的时候 只有十五岁 生于一个民主国家 我感到好幸运 在我的祖国 政治环境在短短的几十年前 都是截然不同的 三十几年前 德国处于分裂的状态 东德处于专制统治之下 其他欧洲国家 亦都经历了转型 比如说 1964年的欧洲杯足球赛 就在一个法西斯政权下进行的 在独裁者佛朗哥的注视下 西班牙国家队在家门夺取冠军 国际足协将1982年世界杯城办权 给予西班牙的时候 佛朗哥仍然是当权的 而当世界杯开幕的时候 西班牙已经演变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 体育大型赛事能引发巨大的关注 足球尤其如此 不管是欧洲的赛事 还是全球的赛事 如今都会让所有的参赛者 都牵涉到劳工权益和人权的议题里面 就好像在卡塔尔和中国那样 故此 这位德国前队长拉姆 他说的那些说话当然很不客气 严持地批评中国是有人权问题的 我认为他是很勇敢的一个人 因为作为一个职业足球运动员 其实他的职业生涯是很有限的 尤其是一个越有名气的人 他就越要在他的职业生涯结束之前 尽量将他的名气和影响力 诈取成为利益 一旦到他退役了 或者没有人再去任用他的时候 他的职业生涯告终了 他只能够找其他的职位去做 可能升做教练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到时他的身价就会大跌了 很少数好像有碧涵 或者是斯朗那些 斯朗现在还是现役 但是碧涵的那些 他已经是演变成为一个 类似于明星的角色 但是是极少数的 故此你说 这个德国前队长拉姆 他本来可以在他职业生涯的尾段 继续来到他沉默不发声 继续赚钱 以他这个名气 你说他走去一些威权国家 招摇撞骗 实际上很多品牌都会找他做代言 如果他肯制的话 因为他作为德国国家足球队的队长 曾经在2014年的时候 带领德国队拿到世界杯的冠军 如果不是 央视这一档的体育节目 也不会找他捧杯的镜头 去替代美斯 所以他是有多少名气 但是他没有说 为了将这些名气 完全化为金钱利益 而对于一些人权的议题 是视而不见 他甚至乎是呼吁其他那些 足球员 运动员 都要和他一样来发声 这件事 就很了不起了 你说美斯 究竟他的取态是怎样 都仍然是可以移中留情的 坦白说 因为他没有亲自跟你说 但是 这位拉姆 他肯定是一个 人权议题的捍卫者 不需要质疑他 因为他说得明 写完文章 白字黑字 这样登出来 故此央视 就走漏眼了 你去找一个人 来替代美斯的镜头 怎知好不找 就找着德国前队长拉姆 哈哈哈哈 正式捍蟲 令很多大陆的 深水清的网民 很亢奋 有些要求调查一下 节目组 究竟是不是有些人 低级红 高级黑呢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 另外一宗消息 就是关于 港区人大代表 和香港立法会议员 霍启刚 他之前在微博上 大意想言地 发表了一篇长文章 其实就是声讨美斯 获得了超过110万个赞好 在微博上 很厉害 一个香港的人 可以发表一篇文章 有百多万赞好 那么多的分享 好了 现在突然之间 在他的评论区 民意大逆转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原因 据台湾媒体新头鹤的报道所说 原来 霍启刚 就是立法会议员 霍启刚的弟弟 霍启山 就是中国香港足球总会的主席 那部份报道就说 Tedler 就是主办的这场国际卖阿密 对港队的球赛 就是底底围的主办方 哥哥帕的版 却是签了便宜的 非强制梅西上场合约 甚至乎合约的金额 硬生生地少了 国际卖亚物开价的三千万港币 导致美斯未受到强制性的违约规定 因此他没有上场 而事实上 后来Tedler自己又在官方的Instagram上 发布了一篇道歉启示 在那篇道歉启示里面 是有提述到 Tedler和国际卖亚物所签的合约 就是规定若干的球员 包括美斯和苏瓦雷斯 还有另外两个 要在这场球赛里面 就是出阵45分钟 但是因为受伤的时候 就可以是缺阵的 拉了一条尾巴在那里 好了 到现在为止 究竟Tedler和国际卖亚物之间 所签的那份的合同协议的金额是多少呢 那又是没有发布出来的 其实就没有人知道的 到现在都没有说的 只是说 那个合约条款里面有写到可以恩商缺陣 那是不是正如这篇报道所说 喂 当初签约的时候 因为没有强制性的条款 然后呢 其实就是黑扣了一些的钱的 给了国际卖亚物的 所以就没有了这个强制条款 而日本方面呢 据传就是有一个强制条款的 就是国际卖亚物 和日本球赛的主办方 所签署的合同 就是强制规定美斯要出场 但是出价方面呢 就是贵很多的 故此呢 美斯就在那场对神户胜利船的友谊赛 美那三十分钟是有上阵 那这个就是一个说法 好了 到底你Tedler 和国际卖亚物之间所签的合同 你给了多少钱呢 是不是别人开价一个钱 然后你就黑扣了三千万港元呢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 就是你的条款 那为什么会留着一个这样的尾巴在那里呢 人家就没有说可以恩商缺陣的 你这里是有 好了 第二个的议题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 大家可以看看 HK01原来在1月15号的一篇报道 就是这样写的 足球是有价值的 中国香港足球总会主席霍启山 讲这句话的时候 眼中有光 踏入到2024年 港足盛事年年 先是出征卡塔尔 再战阔别56年的 亚洲杯决赛周 再有 多位世界球团名宿来香港上演的 传奇杯 何岁杯 更有万人迷碧险 率领球王美斯坐陣的 美职联球队 国际卖亚物 亲临献祭 整体棺材气氛 明显是活乐起来 最开心的 莫过于 霍启山这一位幕后功臣 哦 即是根据这一篇的专访 所说 原来美斯来香港 亲临献祭 就是霍启山这一位幕后功臣 坐镇 所得回来的功劳 来的哦 但是当这件事 和了的时候 中国香港足总的会长 好 贝君琪就说到 喂 其实呢 竹总只不过是合办的 不关竹总事的哦 这些事情 即是说到自己好像没有什么角色 但是呢 霍启山那一篇的HK01专访就不是这么写的哦 就说他是幕后功臣哦 好了 到底竹总在这件事的参与成份是怎样呢 如果霍启山是有在这件事上参与的 他是以竹总 这个主席的身份来到去参与啊 还是以个人的身份来到去参与啊 而他在这个参与的过程里面 他是有多么投入呢 他有没有一些什么回报呢 等等 这些事情就是大陆网民 极度的关注的 原来是 即究竟你扮演着一个什么的角色 而由于霍启山和霍启刚就是两兄弟 那当霍启刚 他是 哇 很大意想言地走出来意粉田英 指责这个美斯 美斯的时候 那些大陆网民 就开始来到去理清的脈絡了 喂 你两兄弟究竟搞什么呢 一个是走出来骂这个美斯 原来另一个就是美斯来香港献忌的幕后功臣来的哦 那你想怎样呢 里面有什么千丝万楼的关系呢 有没有啊 那这样 令到很多大陆人是质疑 那我们看看究竟那些大陆网民的留言是怎样说的 那有人就说 小时候就靠巴 中年靠老婆 现在就靠梅西 那另一个 点了一百元的菜 非要呢 饭店想够两百元的菜 不想呢 就指控饭店是不尊重客户 要对你全面的封杀 霍湘啊 你是这样的人吗 太可笑 也都太可悲了 另一个 时间会证明的 梅西就是当之无愧的球王 而你只是一个别有用心的商人 好了 还有一个啊 霍湘 仕图不是发几篇的小作文 那就可以是好行的 从商也都不是说偷换概念 拿一半的钱就让人家为你干活 大家都不是傻的 只是你搞舆论来到去煽动情绪 将我们四万多观众就当傻人 好了 还有一个就是这么说的 霍湘本来可以简单地解读这件事 可视你硬生生地 将拥有五亿粉丝的世界级明星 推到我国的对立面 全世界喜欢梅西的球迷 基本就是欣赏这类低调 谦虚 专一 专心于技艺的 拥有这类特质优质的地球村民 而你却是 居然硬生生地 将这一批本来可以争取的对象 推到我们中华文化的对立面 我真是不可以理解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好了 还有一个人就说 不要再碰瓷爱国了 天天写一篇大论的小学生作文都没用的 借梅西的热度炒作自己就更加是低劣的行径 懸崖勒马霍大公子 总之其实就是现在整个评论区就翻车了 在早几天很多人都还说 哇 霍公子你说得好 这篇文章 你声讨一下 美斯的梅西 说得非常之厉害 结果就拿到110万个赞好的 那篇微博的贴文 很多人就分享了 现在突然之间 那些人倒转枪头 就去批评霍启刚 老实说 如果你说纯粹因为美斯没落场 而要声讨他的话 根本上整件事就是很搞笑的 因为据Tedler那篇道歉启示所说 有份签署45分钟落场的不单止是美斯的 还有苏瓦雷斯和另外两位球星 结果呢 美斯说恩商缺陣 但是美斯之外还有一个苏瓦雷斯 他完全是没有了存在感 一样的 啊 现场没有球迷来去哭他 然后事后媒体的讨论 也是鲜有提及到苏瓦雷斯 但是他跑掉了 他是没有上阵的 他也是获得这个豁免条款的底下 而没有上阵的 没有踢球的 不单止是美斯的 偏偏为什么会声讨美斯呢 你只能够解释就是因为政治因素 美斯就是不肯听特区政府的指挥 包括就是事前你又没有和李嘉小握手 你绕过了他 然后官媒就忍不住声讨了 后来 然后特区政府说 叫你事后出来颁奖 或者跟那些球迷说几句 他就推了 不肯做了 他就纯粹不肯听你的笔 就被人口诛不伐了 另一个就是苏瓦雷斯 他就没有了 提也没有提 如果你纯粹说 你那个球员没有职业道德 或者怎么样 你不下场令到人很失望 那为什么只是声讨美斯呢 是不是 苏瓦雷斯有份的 我不是说要两个一起声讨 不是鱼蛋论 两个都不应该声讨的 但是 你有什么可能只是说一个不说一个 那你唯一一个区别就是因为苏瓦雷斯有份去握手 不是你怎样解释得到 整件事是 那你到底是因为美斯不下场而帮那些球迷出头 定益 或是政治上 由于美斯落你的面子 所以你受不了他 那些大陆网民也有这个质疑 现在就纷纷走到霍启江微博的评论区留言 要求他又走出来说几句 他有没有说 我看到他最近的贴文 都是拜年 又说随值 那些东西而已 没有再进一步提及到美斯事件 好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